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拉滚烫演唱会预计在3月10日也就是周日晚举行 并进行现场直播 演唱会嘉宾有贾玲 杨子 沙翼 周深 大张伟 王苏龙 喜丽娜伊高等 这种形式的电影加演唱会形式属于首创 是首档电影IP售后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也被视为娱乐产业的一次创新尝试 通过将电影与音乐相结合 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娱乐体验 也为影视作品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 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作品的知名度 还为娱乐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场演唱会除了几位主要演员之外 格外吸引人的就是几位演唱她的OST歌手 周深演唱的陪伴曲《小美满》 以大火出圈 妥妥大爆款 你看笑后在家树也会笑 风声在嘀喃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 迷迷糊糊的浪漫 只要一朝新闻 在床的扫满 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 不必想 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笑一笑就灿烂 唱一曲歌就舒展 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 都是幸福的花样 大张伟创作并演唱只为自己开的花 张一星演唱充电曲《做自己的太阳》 魔兽龙创作并演唱绽放曲《藏心》 西林大一高演唱心动曲《猜》 保时Jim演唱带进曲 去不去看电影 一众实力派演员 加多位华语乐坛的门面担当 无疑是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盛宴 其中 周深呼声再次登场 十条评论 九条都在直呼 希望可以在演唱会上 再次听到周深演唱这首《小美满》 如果可以跟贾玲同框的话 就更完美了 谁知道周深这几天 到底在憋什么大招呢 周深2024演唱会越来越近了 有消息称 2024年首场巡演是上海战 将于4月13日到4月14日 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 而深圳站将在6月1日举行 对于周深的演唱会 相信很多人都期待已久 去年819北京外人演唱会 开票秒进 一票难求 希望今年巡演规模更大 场次更多一些 否则估计又有很多人抢不到票了 视频最后 小编推荐一首周深的《卧龙吟》给大家 老歌新唱 叙述时代的沧桑 2023年3月8日 周深在京东晚8点 顾建芬音乐会中 宴唱了顾建芬老师的经典作品《卧龙吟》 与歌声与微笑 经典作品新的演绎 在岁月中焕发无限活力 周深完美演绎了两首截然不同的作品 前者唱出了诸葛孔明 得其主而不得其时的壮志与无奈 后者唱出了少年儿童的《纯真与活泼》 一起来重温《卧龙吟》吧 树发独身 树无修得箭修身 阳关于腹窄 跑略胸中村 共甘从未忘游 我谁知热血在山林 周深这种疯子 这作品要求很严格 是的 是的 有时候就是我给它起个名叫0.3db 人生在音乐里大0.3和小0.3 它就在这身上能纠结好久 深深呢 其实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她是在家里边有限的时间能认真打磨的 这种认真超越了天分 因为她太爱音乐了 就希望把每一个小节都达到尽身正美 周深她有这样这么好的声音 那么这么好的音乐感觉 特别特别难得 因为我没有资格去说欣慰 我只能说非常欣赏 周深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她都是最好的歌手 遗失的美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尝试用不同情绪 比如说先拿一个最普通的情绪吧 比较 最最最常规的情绪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这应该就是深情的 对 眼里有光的 来一个兴高采烈的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真是找到了 真是找到了 做开心 蹦蹦跳跳就回来了 是啊 换 换 坦忑不爱 找到路上在忐忑不爱 找到路上在忐忑啊 这是仪式的个神 忐忑不爱 刚捡着就丢了啊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美好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时的美好 啊